路密室探頭 山友喜出望外 花蓮與南投交界的 能高安東居縱走棱線 有人稱此生必去 但鏡頭紀錄下的還有這些 疑似拆掉舊山屋後 留下廢棄鋼條已經鏽石 還有人為垃圾 滿地酒瓶塑膠帶丟棄的裝備 就暗藏在壯闊山頸底下的草坡裡 山友感嘆瘟疫絞遭刺傷就糟糕了 若想下山一趟就枕 恐怕得耗時三天 貼文底下網友也貼出照片 生鏽的大小鐵罐遺留在草坡間 不少網友說可怕的垃圾山 雞少成亂 雞亂成髒 全台最高垃圾場 多人努力清理這些垃圾 但是還是有清不完的垃圾 領務局無奈地說 想舉發亂丟垃圾的山友 不只需照片佐證 也需查明行為人才能開罰 執行存在難處 只能一再呼籲山友 落實無痕山林運動 垃圾打包帶走 留下回憶及足跡就好 三天線 王子宇 陳怡姐南投報導